HELLO,大家好,我是智英老贤 今天给大家来的,是2008年正在热播的日本国民级沙雕电视剧《我是大哥大》第7集 这一集跟前面的剧情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影响观看 想要看前六集也可以在视频列表中寻找 话说,我们的中二金锦一直对李子琴最不舍,而李子又方形暗数于阿莎 所以这一天,他偷偷在李子的柜子里放了一封信 这一幕恰好被阿莎看到,他自然是毫不客气的打开阅读 一看居然是诋毁自己,并且约李子出去约会的信 阿莎满腔愤怒,他嘴上虽然说不喜欢李子,身体却很老实 就寻思赶去搞破坏 在约定的地方,阿莎看到一个棒球棒,就准备埋伏起来 叫中二一招当头棒喝 谁知道刚进厕所,就看到一个人服侍当场 作为一个心境不良少年,阿莎当时就慌了手脚 其实李子与阿貂赶在阻止,他们看到这一幕以及阿莎手上的棒球棒 就误以为是阿莎啥的人 这时候中二也恰好赶到,说了这是自己的学弟,让阿莎赶紧逃跑 阿莎作为宇宙最崇,当然赶紧就溜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悲惨的大逃亡 阿莎发现无论是在家门口还走在大街上,都会警察来追查自己 所以他就躲在大桥下露出桥头 这时候突然一团鬼火冒了出来,一起出现还有早上死了的学生 平时不可一世的阿莎被吓到屁股尿流喊爸爸 就在阿莎拼命忏悔时,中二组合以及警察们集体出现 原来这不过是中二不下的骗局,警察与学生都是话剧社的学弟 一向以寂寞过人秩序的阿莎一看,当时就愣住了 就好像当初被粉丝骗去看露宝天心的老邪一样,整个人都尿糊灌顶了 第二天,策划了这一切的中二就跑来炫耀,离子就说 中二我看你面带死相啊 然后还劝他,赶紧逃到非洲去吧 不然等阿莎缓过境来,你怕是要死无全尸啊,中二一天就半信半疑 结果走在路上,他突然遇到了中二组合的骨穿,这个骨穿就换了阿貂的发型 说万一阿莎看到自己的发型,以为自己是阿貂就放过自己了呢 此时阿莎正在天台忧伤,他转念一想,一个复仇计划突然在心头涌起 他把中二的照片放在爸爸上,还告诉父亲的小学生 中二是爸爸的大王,一碰到他就会变成死 中二一看就气声中的寻找阿莎,恰好碰到了开酒高校的人 阿莎就冒了出来,还认了一个没开封的汽水,那结果自然是被追了一顿打 Ai打的中二在大脚下又遇到了阿莎,阿莎还为他改变了一首《爸爸之歌》 中二一路追了阿莎,把他堵在了一栋偏僻的大楼里 但是一转头才发现,这个房间的门被锁死了 阿莎就告诉他,自己会把他关在这里一百天 中二十分焦急,但是他突然听到隔壁有做门的声音 一探头才知道,原来阿莎也被锁在了屋子里 看着他大叫救命,中二非常开心 还说这里是绝对不可能被获救的 想到这里,中二就问阿莎有没有什么办法 结果阿莎居然拿出了一个罐头 阿莎就说,本来是想一边吃一边显摆的 结果被锁在了屋子里,连开罐头的工具都没有 中二虽然有个小刀,但是没有罐头 两人就信任问题展开了讨论,阿莎就非常伤心 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说着就把罐头给丢了 中二听到阿莎的独白背受感动,就把小刀给了阿莎 谁知道了这个贱人,找着用鱼钩勾走的罐头 他一边吃一边炫耀 吃完之后,中二开始了反击 从口袋里掏出了口香糖,一边小口吃一边露出了见笑 就在他得意的时候,阿莎就愿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中二对此毫不知情 不仅如此,他赶回去吃了个晚饭 在吃饭的时候他受到父亲的启发 发现吃口香糖会导致口渴,他开心的笑了起来 第二天傍晚,中二已经口渴到不行 阿莎也脚装很虚弱,他就去没有淡血的建议 其实尿也是可以喝的,收了就给他一个杯子 可惜的是,中二早就放过水了 现在已经是无水可喝,阿莎就很失望 回到屋子里,中二对了西洋感叹出闻到底是什么滋味 阿莎就在旁边吃的薯片喝的可乐 后面阿莎又开始出收主意,说脾气是牛做的可以吃 不过因为太臭而计划失败 在屋外,精致组合正好路过 中二就集中最后的力气大声呼救 阿莎就在旁边给伴奏,导致对方根本听不清 原本中二已经很惨了,阿莎却还不放过他 可以拿出一个香蕉皮装的无数量子分享给中二 我笑了,我看有嘴巴了 很棒 到了晚上,阿莎终于开始放大招了 他扛出一根据中无比的钢材,想让他当鱼竿来钓地上的绳子 装拿就吐动上手累了个半死 就在他即将成功的时候 阿萨拿着大剪刀出现了 一刀剪断了绳子 记得钟儿昏厥当场 然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并没有 在大陆背面的房子里 阿萨再次出现 他假装虚弱的样子 开始建议古川要不要吃香蕉皮 原来他不仅灌了钟儿 而且还灌了古川 两人就被阿萨一人分四两角的虚杂中 留下了各种可耻的照片 还被贴在了大街小巷 看来他俩的仇恨一时间是解不开了 到底钟儿能酝酿出怎样的复仇计划 记得锁定老邪说定 老邪将第一时间进行下期更新 好的本期视频就这样 喜欢不要忘记点关注 更多影视解说 以及搞笑的主导 都在老邪说定 我是志愿老邪 我们下期再见